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晚上五点多 他到七点多才会放出十九二十 所以我现在是掌握的最新的繁花的进度 那你是不是觉得繁花已经渐入佳境了 没有 一共三十集 我看了十八集 相当于看了百分之六十了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就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作品 但是呢 目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关于他的评价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的原因也很简单 其实很多年了 没有一部上海话的作品 上海人呢 又经常以他这个上海自豪 看到一个 你看我们上海话的作品 肯定是吹到爆的 天天你像这个 上海的一些官媒也在那跟着起哄 心没有爆 我就是认识的一些亲戚 上海本地人 他们都在关注这个电视剧 对 那你如果不是这个 咱们抛开啊 这个上海话的光环加层 这就是 我估计这个就是 两极分化的来源 那些人可能就觉得 这有什么呀 这拍的啥玩意儿 这是 一般 东北人肯定不看嘛 我估计东北人 那当然了 上海人也不看你东北话的那些作品 这个是彼此看不上的啊 所以我觉得 两极分化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是一个比较公正 因为上海话不是我的母语 我虽然会说我也会听 但是 不代表我就会因为这个东西而歪曲 我对他的评价 但这个其实 这个电影呢 这个电视呢 总体来说 它是很有意思的 有意思在哪呢 可能啊 能说上海话 并且能表演的人已经不多了 所以你身边 稍微有一个能说上海话的 都不会他们薅过去演了 所以咱们这个高明 咱们的朋友高明 会不会出现呢 说不定后面12集 也有可能啊 因为四个这个 上海的 能说两句的 都在里面演 最新看到的是谁呢 范志毅 哦 范志毅好像是本色演出 啊 本色 骂人是吧 骂人 好 那你说的范志毅本色 喜欢骂人一样 对 也是上海城长起来的 范志毅呢 是演一个车间的厂长 哦 车间厂长 难怪骂人 范志毅他是这样 就是他在国家队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球霸 就是整个球 球队他的作风是最标悍的 然后有很多小球员 就被他给整抑郁了 不会踢球了 比如我们山东有一个 当年有个后卫叫刘悦 啊 因为就是在亚洲杯啊 还是哪次比赛中 露了一个球 被这个在 电视转播中 被范志毅 指着鼻子骂 然后从这哥们 从那以后就退出了国家队 但是他 但是他发愤图强啊 他觉得被骂了之后 他得一定要找个出头之日 所以他就去学了足球评论 现在也是 国内五星级的这个 足球评论家 在一部视频 看英超的话 经常会看到他和苏东老师的搭配 在中国呢 这不是坏事 这是因祸得福 你干评论的 肯定比踢足球的地位高太多了 你踢足球的 你吃点海参又怎么着呢 一天到晚被全国十几亿人嘛 央视那个评论足球的 不被逮进去了 断宣 断宣 你断宣居然行贿 950万 你一个搞评论的 哪来的这么多钱 哪来那么多钱 对啊 所以咱们这个刘悦 可能也有这么多钱啊 可能比这还多 那刘悦没平台啊 说回范之议 范之议在这里面 不仅仅是骂人的问题了 打人 打了谁呢 打了这个戴军 但是戴军好像不是 戴军好像不是上海员 戴军是演谁呢 之前有一个奇葩说 你知道吗 就是马东搞那个奇葩说 之前有个很火的叫范甜甜 这个是上海员 范甜甜在里面演一个 饭店老板娘 范店老板娘 他这个演的是火灵火箭 他就是演那时候 上海泼妇的状态 你一看上海泼妇 就是应该是这个人 我估计啊 导演很早就知道这个 他只能让他演 然后呢戴军演他的老公 然后呢范之议去里面 本来是吃饭 定包奸 包奸不给他什么的 一脚就把这个戴军 从包房里踹出来了 这个在范甜甜嘴里 就是在戴军 踢里面老婆的嘴里 就说他把我老公当球踢 这个就是结合范之议 本身的特点 前面也有一个这个 甚至呢 这个编剧也有点意思 或者我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磨出来的 说你住哪 我住这个四川北路 1659楼四号 他说那这个 那个是范之议那里啊 他说范之议住我楼上 你回头现在网上人家查出来 范之议当年踢球有个卡 他的信息就是这个地址 就一点不差的 就现在包括后来 还出了一个东大明路多少号 那个也是范之议家 就是两个范之议在上海 住过的地方 那现在住在哪不知道的 他觉得这两个地方 东大明路那地儿已经拆了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可以曝光出来 这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空解呢 没有 没有出现 你知道这个梗吗 我不知道 范之议曾经娶过一个空解 后来离婚了 那没有 那没有 范之议在这里面的老婆是谁呢 是上海电视台有个主持人 叫周锦 外号小虾米 因为眼睛比较小 从外形谈见来说 他不是非常 对 不能让他去国际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这个你看 范之议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也让他来 因为可能王导演看过 他在媒体上的一些表现 对吧 觉得挺有意思的 让他来演这个一个厂长 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说的 咱们上次节目 你说你有一个朋友认识的 程亮 程亮的戏份不少 他本来就是副导演 他是联合导演 三大联合导演之一 然后程亮在里面 还有个戏份 是什么呢 黄河路那么多饭店 也不光是饭店 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卖烟草的 上海叫烟子店 卖烟的 他相当于一个情报机构 那黄河路本身也是一个 巨大的情报网络 饭店是情报 他也有情报 这些人过来 谁去哪个店了 保总今天晚上不去 执政员了 保总就是胡哥 谁去哪个店 这个都是各个店的老板之间的 这个老板娘之间的一个 明争万斗 所以他就去那打听 很多事都是从程亮嘴里打听的 程亮第一个作用是这个 就是在里面演一个 烟纸店的老板 小老板 然后整天在那 秀个手 在那看来看去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的 他这个繁花 有几集是播到结束 还有一段 叫繁花播报 就是程亮在那给你播广告 程亮跟另外一个 不是花曲 程亮跟另外一个人说 听说黄河路那么多 又怎么怎么 然后说的时候 程亮最后说 他要是喝了咱们这个 伊丽丝丝丝奶 最后让他签 做一个广告 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网站 生存也很困难 你必须把广告 嵌入到这里面 就像以前的 很多电影里面的 软广告一样 不然的话 我作为会员的话 我是有权利去广告的 对吧 很多广告要嵌到这个里面 那这个也是不可少的 那帕皮酱在里面演什么东西 帕皮酱在里面演一个 珠宝店的老板 帕皮酱你看 帕皮酱其实 从自媒体的角度来说 帕皮酱是最火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他这个戏份呢 也不少 但是仍然是配角的戏份 那他 他有没有变声啊 他做的自媒体的视频 都是加速过的 这个是 这个是肯定没法加速了 所以 帕皮酱的声线 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的 加速过就会变得很细嘛 比较尖嘛 帕皮酱现在这里面是他的原声 但是帕皮酱是很有才的 很多像 他这个年纪的 帕皮酱应该是八九年的 三十多岁 可能讲不太好的上海话来讲 帕皮酱是可以的 因为他本身也学表演的 从小这个孩子肯定就喜欢 喜欢搞这些表演啊 什么的 所以他的戏呢 我觉得还可以 帕皮酱搭戏跟谁搭呢 有两个人 一个叫陈龙 陈龙 陈龙是谁呢 陈龙演的是陶陶 就是其实繁花小说 第一章就出现陶陶 陶陶是卖螃蟹的嘛 一定要拉着呼声 给他讲一个什么 那种桌奸的故事 那个就是陶陶嘛 然后帕皮酱跟陶陶 还有葛老师 就是租给他们房子的 那个是谁呢 那个是上海滑稽戏团的阿庆 陈国庆 陈国庆这个 这个就有意思了 陈国庆 应该是这里面上海话 讲的最好的 因为 什么叫上海话 谁来定义这个上海话 其实就是几个传统剧团 要么你是上海护剧团的 要么你是上海滑稽戏团的 他们说的 他们才说的 才是正儿八经的上海话 就是 所以以前阿庆跟这个阿德啊 什么的 他们一起演过 好像叫红茶坊 阿庆就是开了一个 珍珠奶茶店 然后这个 这个是阿庆 现在可能也快70了 在里面 又演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也很好 那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名人 名人太多了 孔祥东啊 这个 这个阿宝 就是胡哥 过去找他这个 暧昧的女对象 就是林子 住在这种 都是住72家房客那种 很大的一个房子 但是一家爱一家的 上去就会路过一家 哎 叫钢琴 谁在那叫钢琴呢 孔子的这个第七十几代孙 孔祥东 在那叫钢琴的 好像一看 外面有人 说你把那个门关上 让他看 就是孔祥东也在里面 露了一小脸 这个 所以啊 就说上海这些有名的 这个反倒成了 大家的一大乐趣 为什么不请韩寒来 韩寒他就压根不是上海 金山的 就像 我跟你说 这个繁花这个电影 他的范围 根本就连静安寺都没出 就是 你想他是九十九三年啊 九三年 九三年 徐家会都没开发呢 就是你 根本就 你看他都不往那边去 最远最远 去到哪呢 就是所谓的禁闲路 禁闲路在哪呢 禁闲路就是现在的 陕西南路地铁 就是像IPM 就是国泰电影院 那后面 那还算他最远的边界了 对 他们最远就跑到那去 你再往那边 再往徐会这边 徐会 徐家会 花木 五角场 还有这个 普陀的真如 这四个点 当时作为四个城市 副中心发展的嘛 然后 就是徐家会 最早发展起来的 那也是九十年代 后期的事了 其他的 像真如到现在 才开始发展 这个就是被 港商李嘉诚 拿了地 在那一直伍着不开发 反正他 人家是很多金啊 人家说 根本就不用开发 我 我将来等这个地 囤地升值 卖的钱 比开发要赚的多 所以这个 但是徐家会 虽然那时候 已经发展 或者说那时候 刚起步 这个电影 是没有反映到那 那边去的 这些人就永远 就是在这一片 要么在黄河路 要么在晋险路 就这两地 就这两个地 幻有 对 那长乐路也没有啊 长乐路没有 没有 长乐路跟晋险路 基本上是挨着的 就 长乐路 他为什么 他主要是饭店 就是这个拍来拍去 香港人 或者说 虽然王岛是上海过去 香港人可能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也就是在吃上来 拍的像 那个满汉泉席啊 什么的 他不懂得别的吗 别的也有商战的 一些元素 就是 就是这个 搞商战 搞外贸啊 因为那个时候 93年的 房地产还没开始发展 所以没有炒房的 但我估计啊 他有一个 里面有个细节 就是前面几集 说过这个 阿宝买了一块地 在穿沙 可能这个到后来会 这相当于一个伏笔嘛 后面应该会拾起来的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他这个 很多啊 包括买股票 包括什么 他这个团队 肯定是做过大量研究的 很多是非常还原 当时一个情景的 虽然你这个剧 不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剧 没有什么太那个情节 时不时的想起 你那个很俗气的 一个背景音乐 很没有意思 但是呢 他可以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上海历史的一个回顾 上海近 大概30年前的一个怀旧片 包括当时的公交车 当然也有 就是你像这个 阿宝本来是一个机修工人 然后他当时追一个公交车的 那个售票员 当年是有售票员的是吧 到现在有的车 还有售票员 比方非常少 用上海话播报吗 证明 当时没有电子播报 当时肯定大家都用上海话 那时候外地的也 也不多 用上海话就可以 七八十年代 你想 哎呀 他这个一说啊 他这个年纪 这些人如果都到现在的话 这个剧中人物 现在都应该到退休的 六十年代 你想他这个九三年 三十年前 阿宝那个时候 应该已经三十多了 或者可能都四十了 因为我看他有一场是七八年 那时候说阿宝都二十了 那按这个来推算 他应该是五七五八的 但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 他把其中的一些人物 包括大量张姐都改了 当那个繁花小说里面 有很多是文革的情节 对吧 他里面那个护生老说 人们不禁要问 因为这个是典型的文革的一个写法 就是文革在陈述一个事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问 但他突然来这么 人们不禁要问 他这么做到底是什么 所以繁花里面除了不想 还喜欢用这几个字 人们不禁要问 老是说这个 是传统啊 这种写法 人们不禁要问 这个是金允城老爷 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写法 人们不禁要问 然后所以他没法拍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怎么拍的 就是你想为什么 这阿宝是当年都是工人啊 或者什么的 没法拍 所以就可能就是考虑到各种权衡 就把它缩减到只有这一个主角 那这一个主角身上呢 可能又有那几个人的特点 比如说这个机修工人 或者什么工人 那个是阿毛的身份 所以他合到他身上了 还有就是 你像陶陶的朋友应该是护生 就是刚才说那个卖螃蟹的 那这个也放到了这个 这个阿宝 就是胡歌的身上 所以里面其实很多都对不上 因为你要看小说的话 陶陶本来是在哪呢 陶陶反倒是在巨鹿鹿那边 就是长鹿鹿 并行的 在巨鹿鹿那边好像是 我印象比较深 在第一章里面就是 在他说的那个事 就是发生在巨鹿鹿上的 但是在这里面 他就是跑到孤岭鹿上了 我估计 因为我在孤岭鹿附近待过几年 那个时候 孤岭鹿肯定不是90年代 90年代孤岭鹿 我估计是因为 它靠近黄河鹿鹿的原因 孤岭鹿可能有水产市场 所以把它放在这 也是合适的 因为你卖螃蟹 你给这些饭店供货 还要供蛇 卖蛋黄蛇 黄河鹿上饭店都要吃蛇的 当时大家喜欢 喜欢弄这个 跟管弄人行 对 它很多这个餐厅 其实就是粤菜 大家觉得粤菜高级 香港 粤菜高级 那个时候 对 到现在好像粤菜也有高级的 但是有很多所谓的点心 什么的 已经飞入 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这里边有没有表现出 90年代 我见过的那个 酒吧 这些场景 目前来说还没有 目前来说还没有 因为他就 这些人就在 我估计可能没有搭酒吧的景 还是 那说明他们的档次不够呀 我在90年代的时候 刚毕业 跟我们经理一起来这边谈判 见个客户 在哪儿 在哪个路还记得吗 哪个路 应该也是市中心 也是他们在 对 然后但是 那个客户就 因为我们经理来了 他就 非常 有高规格接待我们 就饭后去了一家 钢琴酒吧 是柜式服务的 就是所有的服务 女服务员全是跪着给你服务 端酒啊 买单啊 当时让我大为震撼 还有还有这种 世界上还有这种服务 然后我就这个 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这种糟粕 应该已经没有了 好像没有听说哪儿 还跪着 说明服务业现在 内卷了吗 对 以前 以前是 我觉得 就是当时除了这个 你像海鲜市场这之外 应该还有一个上海的是 就是 那个领域 我觉得王家卫没有抓到吧 比如说工人下岗啊 或者不下岗 或者表现这个工人家庭的生活 他有没有表现 工人家庭的 比较少 那个 他这里面有一个是 当年就是我刚才说了 70年代 78年 这个刚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阿宝 我们的主人公 后来发财的阿宝是集休工 但是没有表现他的生活 然后呢 他的女朋友 当时的女朋友 是一个什么呢 是公交车售票员 是十三路 这个其实 这个细节也很那个 十三路是从哪呢 从提兰桥到曹家渡 然后阿宝在曹家渡 然后那个 他那个售票员就是 在这个线路上 十三路 这个线路到现在都是这样 十三路到现在都有 还是这样 只不过说公交车牌 什么的那些变了 但是这条路线 还是这样的 表现了一些这个生活 然后呢 就说这个 这个姑娘啊 这个女朋友 他这也好像也是柔和了 这个女朋友 本来叫雪芝 然后去了香港 化名贝蒂 那在原著小说里不是这样的 原著小说贝蒂就是他的一个邻居啊 所以这个雪芝这个女朋友 为了贪图香港那边的物质生活啊什么的 就跑到香港去了 跑那边嫁人了 然后呢 1987年 刚才说的77年 78年 又87年又回来找这个阿宝 说他过得很 阿宝说你 你要不就留在上海 那时候阿宝事业已经开始做了 开始就是炒股票啊什么的 然后他说不行 你们再挣钱太少 他说我在那边是一个 挣多少多少钱 然后呢 阿宝就说那行吧 咱们过十年再看 再过十年就97了嘛 然后呢 没到97呢 到93 这不是这个电影 这个电视拍的93 93年 这个阿宝去香港谈生意 跟人在香港的半岛酒店 然后有个服务员服务他们一看 就是雪芝 然后就是发现他 之前一切都是他在撒谎 他也回不了头了 他跑到这个 他其实当年87年回来 88年回来 当年已经是离婚的状态 但是他大中脸充胖子 他没法告诉你们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 都是这种比较淡淡淡的 这种哀伤 对吧 你很多上海人 或者说 不光上海人 很多国人 到海外 到境外 其实混的也没那么好 但是你只能硬撑着 然后就跟 这个时候阿宝又建议他 要不回来跟我 但是阿宝问他 你现在有人了吗 他就 我估计他没有 但是他不想拖累阿宝 他说有了 有人了 再过 这个电影 这个电视还没拍到 再过几年再看 再过 还有一个十年之约 就97年再看 为什么这个电影里 胡歌老是跟 不知道 唐嫣扮演的角色 汪小姐 还有 马亦丽扮演的角色 林子 都是很不错的姑娘 为什么 在他们之间周旋 又不给人家一个 稳定的状态呢 就是因为他心里 一直有他这个初恋的血脂 他是一个很深情的花花公子 其实他的外形条件 他的资本 他完全可以做一个 整天花天酒地的那个 但是他目前来说 他还是一个比较深情的人物 这个就是里面的表现的 然后还表现一些上海的时代背景 当年上海因为吃那个毛肝 对 假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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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都生过 陶导也生过 这个 这个阿宝也生过 所以他这个 其实是梳理了上海 可能80年代 90年代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然后能呈现到里面的 都呈现到里面了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 王家卫应该是没有这个体会的 肯定是编剧 编剧在 把这个都写 编剧是一个82年的 都经历过这个事 比这个 对吧 那当时的市委书记 应该是陈良宇啊 不是 陈良宇很后面 当然当时是 当时是我们的江书 江是89年就掉走了 这个假肝好像是 假肝是89年 88年是吧 对 好像是89之前的 对 我就说那个 这个电视剧表现的时代 就是江后面的那个 市委书记吗 江后面的就是黄菊嘛 还是中文菊 中文菊黄菊他们几个 都还可以 其实当时的这个还行 其实 因为要说到陈良宇 我们又要聊到留学了 英国他有一个项目叫 Chiefning 中国 中国拜承 智芬林 智芬林 然后当年 陈良宇同学就是被选到了 博明汉大学 智芬林 我还想申请一下 当时我在机关里面 你现在我看年龄过了 现在应该也可以 现在不一定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份领期是挺好的 有很多人才 比如陈良宇 对 当时 所以我们政府呢 对官员还是 很花这个力气 让他们去 去学习一些东西 跟世界接轨 这是英国出现 这是英国出现 就是为了 西方还是愿意花点钱 渗透进来的 就是他专门找这个 中国的精英 然后对他们大家培养 然后但是这些精英 培养完之后 基本都移民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就是还是一个 人才引进计划嘛 这个潜移木化的 对 还是 也是赚了 是吧 也是赚了 对 你再怎么跑 你离不开英联邦这些国家 那最后还是整体受益嘛 我们再回来 其实我觉得 这里边有个缺失啊 我虽然没怎么看啊 我觉得就是没有表现 上海的工人的生活呀 上海真正的工人生活 其实以前上海的 这种大的国企特别多 就是比如上海发动机场 这种很大很大的企业 对 你像那文革那时候 很多都是工人在闹呀 什么王文文什么 都是什么 上海的工人是非常 纺织工人 上海还有个民兵部队 就当时都 都叙事待发呀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 这边都是叙事待发 曾经有一个 以上海这个为背景的 反特电影 就现在叫 悬疑片嘛 405谋杀案 它的背景就是 当时这个上海工人要造反 就是要 有一支部队要动 最后就派了一些 北京派人来侦查这个阴谋 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个遗憾 为什么 现在这个电视引到这儿 然后网上有很多讨论 你像当时这个黄河路 吃一顿饭几千块 当时大家的工资 工人工资就是几百块 而且大家工资基本上是平的 不光是工人 你公务员也就是几百块 没有差那么多 这怎么能 就花得起这个钱呢 当然这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起 可能 这个贫富差距 从改革开放以来 到从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风化的很厉害了 就真的一顿饭吃掉你一年工资 或者说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你像 当时卖一个T恤衫 一百多万钱 一百多万钱 在现在我们都觉得有点贵 我都觉得 我因为我优衣库 优衣库一上来 99啊 它如果没有特别的 当然这个也是全球化的功劳 但是当时居然 随便一个一百多万钱 T恤衫在那卖 大家还抢 你拿你半个月的工资 去买一件T恤 那有点不可思议 也还理解 我们现在T恤就是 穿一个月就扔了 那时候可能一个T恤穿两年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它没表现生活呢 就是像以前那个 上海的工厂里 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这种事 比如我有个亲戚啊 他就说他以前是 在工厂到保卫处工作的 就是经常会发现 因为那个大厂一大 就经常丢东西嘛 他们就会检查 到门口就会检查 但是有些人他是不检查 比如说老模 这个老张他一直是个老模 一直很信任他 免检 但是有一天呢 发现他不对劲 这一个是厂里老丢东西 第二个呢 就是发现他穿那个大衣 明显是往下下坠 就搜了一下 发现大衣里面 全是偷到工厂里的零件 这还是劳模 对 这个 那这个他损失大了 劳模其实是还 劳模不光是一个称号 他还有一些种植弹 所以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有个 他工厂里其实有好多有意思的事 就是他门口不是检查嘛 结果有一个人就故意弄了一个大份 包到一个很方方正正的纸包里 然后揣着揣着这个鼓鼓囊囊的就走到那个门口 然后这个那个保卫处一看说 哎 什么东西 检查一下 哎 这是肯定是从车间里拿出来的 就拿开这个摊开之后 这个真相大白 就恶作剧吧 啊 这不走人家吗 对 这个也不行啊 你 这个 还是要 要 我就说这些 这种沸腾的生活 其实当时中国人啊 大部分生活都是在单位里度过的 包括90年代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到下岗潮嘛 98在下岗 那拜朱镕基所赐啊 那他这里就没有反应 这种 他这里反应的只是一小撮的 一小撮那种 其实那些人啊 在社会上都不属于主流人群 对 绝对是非主流 非主流 什么下馆子啊 什么 整天不上班 连个编制也没有啊 对吧 阿宝 当然阿宝是港商 这还不一样 那其他的那些 整天也也也挣不着什么钱 你像 就是没表现正经人啊 我们就说 如果现在我们有个电视剧 我们表现快递小哥 或者网页车司机 他们社会的主流啊 那你要这么一说 好像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 所以说我们这个文艺啊 可能还是要走群众路线 现在的文艺也没有表现 对 就是我们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电视看电影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 跟我们生活都离得很远 嗯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生活 对 而真实的生活也有 但是就赚了什么钱 就是那一片就很小众 所以有时代 还是呼唤现实主义作品 嗯 是 刘淼老师就交给你了 你去创造一个现实主义 共同努力 哪怕不挣钱 也得写点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呢 繁花的原著 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 它是表现 就是底层的生活的 嗯 阿毛就是 阿毛其实很多人喜欢阿毛啊 嗯 对啊 我也提醒 他这个小说 其实是很接地气的 就是那些三毛两毛的排队 那时候买个电影票 还在排队 对吧 他们就不就是 在国泰排队认识的吗 跟这个阿毛跟沪生 然后他们慢慢大家认识 然后 有时候还跑到苏州去 在里边的这个化妆和服装 是不是太过了 就看上去像民国时 那种刻意的 都穿着西装革履啊 嗯 化妆 我觉得时装可能有点 不像90年代 对对对 有点太过时尚了 虽然啊 上海在这个方面 走在全国的时尚的前沿 但是呢 呃 这里面的人明显不是90年代 就是看他这个服装 像30年代 上海我不否认啊 上海90年 上海任何一个时代 都比全国其他地方 同时代的人要要时尚 时髦一些 但是你这个反应的 不是当年的那个时髦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那个什么火烧 时光棉 刚才说的 100多块钱 件的那个T恤 里面没有人穿的 你整天在那卖 你卖给谁了呢 你们这些人自己不穿 这就是问题嘛 里面人我觉得相对来 是比较时尚的 但是阿宝这个形象 是一本正经的 就是他一直是一个西装 就是上海小开的形象 那这个可能说得过去 但其他人呢 比如说林子啊 或者说汪小姐 马一丽 唐嫣这些 有点过于时尚了 可能不像当年的那种 时髦女人的 里面有没有老克勒 这种打扮啊 老克勒就是爷叔嘛 就是雅叔嘛 就是有本昌 就有本昌也的 有本昌 那他还穿着西装 戴着礼帽嘛 他中山装 中山装 他是一个光头 穿一个 整天拿一个公文包 他确实是有百元元的 而且他说话中气很足 就是一看就是那种 上海老克勒那种 真不像90多岁的是吧 他现在90岁 他当年拍 这个因为这个拍了几年啊 当时拍的时候 我估计是八十 八十六七估计 那这里边 他的年龄设定是多少 剧中就是七十 剧中是七十 对 但是看起来 也就像一个七十的 确实中气也比较足 身体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样繁花 如果说我想跳着看的话 你推荐我怎么看 我没那么多时间 把它全看完 跳着看 其实前两集是比较枯燥的 前两集就是那个特定音 过几分钟在那想一下 那个背景音 但是他这个叙事有点乱 他老是倒腾来倒腾去的 所以你还真不大好跳 但是 但是反过来说 他是一个没有 所谓的连贯情节的 所以你从哪里看 你从哪看也都无所谓 看你喜欢哪些 比如你像看范之意 范之意是从这个十五集开始的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里面有他 你想看孔祥东 十三十四好像是 然后你想看帕皮奖 帕皮奖前面就有了 然后看后面还会 爆出来哪些 这个上海的名人宝 应该是有很多都参与了 这个创作 然后看成亮的话 成亮估计每集都有 如果跟每集打分的话 哪一集你给的分数最高 现在都十八集了 我现在也记不清哪集哪集啊 有没有 就是他的质量会不会就是 比如十分之从六分到八分这样一个跳跃 有 前面两集我觉得是比较差的 可能五六分 后面的七八分吧 有七八的也有五六的 比如说你看一些美剧啊 像像绝命之读师 绝命读师他的有有几集 他是分数是满分的 比如第五季的第十四集 就是那个老白滚着桶 弄钱那一集 还抢自己孩子那一集 那集是一直是满分 在就是所以这个剧集 他也有高高低低嘛 哎呀我觉得他这个还不至于给这个 反正就那么就那么低嘛 整看完就知道 就是也就是很一般的一个 那你还是在继续追啊 你会继续追下去吗 我就是看看呀 看看这里面这些 这些人啊 有的那个唐燕燕的扎扎乎乎的 然后反正就 就是怀旧的 我了解一下九十年代的上海 当然了 他给我呈现的九十年代上海 未必是真实的 对吧 这个 那个 小说里面可能相对来说更真实 从小说你可以还原出来一个 小说那个 金银城甚至给你画过一个地图 互称他们几个的这个流动范围 包括那个东正教大教堂啊 长州路那里 包括这个四南路 然后包括这个国泰电影院啊 大自民众啊都可以画出来 那这个呢 其实画不出来 这个景呢 是搭在松江的车堆影视基地 估计就搭了有限的几个景 主要是黄河路 黄河路跟近前路的那个 近前路可能都没搭 没有外面的外景 主要是他一个所谓的饭店嘛 夜东京 嗯 也就是这样 其他的 其他的没啥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繁花会不会被禁啊 繁花你看电视剧的话 没有任何被禁的元素 电视首先如果他有被禁的 他肯定不拍了嘛 因为繁花的书呢 也不至于被禁 虽然他里面有很多文革的这个 人们不禁要问啊 或者是 你越禁 这还是那个死翠山效应啊 他这个书已经 外面已经几百万册 可能都卖出去了 这个书很畅销啊 你现在进也来不及了 是我觉得不会 电视肯定 目前看不出任何有 要被禁的 你想他虽然啊 他这个 八七到九三 中间有一个敏感的年份 但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东西 但按道理其实当时 是 太影响了每一个人啊 有一年是有这样的 可能街上都有嘛 有学生啊 或者什么的 对啊 但是上海呢 首先上海管道也还可以 所以才吃瓜了嘛 但是其实上海当时也有上街的 只不过说没有闹得很大 后来老江是 老江 人那个 人家亲自去演讲 对 这个 你们说明有明智明想 就到了 用英文怎么说 对 有的学生学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f the people 好 他说你这个出自于哪里 学生说 隔地四报演说 好了 隔地四报演说 你会不会背 学生背 人家老江用英语当成 给你背 那这个学生马上折服了 也没折服 就是说 还是这种沟通方式是不错的 对 起码觉得 领导 来压你 领导还是有水平的嘛 对吧 也是交大的学长 对 不愧是 就是上海市长 上海 能在上海当市长 都不是普通人物 书记嘛 对啊 然后 最后 这个 如果 我还是要问那个 非常俗的问题 就给樊花再打个分数吧 你上次 打个 打个六分吧 上次六点五啊 又降了 对啊 你上次是 你看到少 你看到八级 后面还有无限可能 还有改过资新的机会 现在改过资新的空间 越来越小了 是吧 那可能再过十级 咱们再聊一起 可能就又降了 五点五 就两级 怎么无力回天了 那时候 好的 那我也去看一下 我也给他分数 往下打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见